在这一章的课程中我们主要要来探讨的是在Drupal 7系统里头 建立我们自己的内容类型来扩充Drupal系统中的应用 首先我们准备在这一章的课程中建立两个内容类型 一个是3C产品的介绍 这个3C产品的介绍主要是针对一些3C类的一些产品做相关的介绍 另外一个内容类型是3C配件的介绍 3C配件会用在某些3C的产品上面 例如说相关的保护贴、触控笔这些配件等等 这些配件的内容到时候我们还要把它关联到某些3C产品上面来 例如说HTC Design这种手机的保护贴 就会用在HTC Design这样子的手机上面 我们会把这样子的关联建立起来 首先在这一节课程中我们要建立的是3C产品这个内容类型 请你先以最高权限使用者的身份进入到Drupal的系统里头来 基本上要建立内容不一定要使用最高权限使用者 不过目前我们已经把相关的权限都把它简化掉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还是先使用Admin这个最高权限使用者的身份来操作 如果你把相关的权限规划好以后呢 也许你可以由某一种使用者的角色进来建立这样子的内容类型 OK以最高权限使用者进来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来到架构 再来来到内容类型 这一次呢我们要新增一个内容类型 把这一个内容类型呢叫做3C产品 那么当你在定义一个内容类型的名称的时候 在Drupal 7的系统中 它会贴心的帮你呢 规划一个机器名称 不过由于我们有输入了中文字 所以这个机器名称呢 看起来是没有完整的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自己来编辑一下 把这一个机器名称呢叫做3C底线Prada 一般来说机器名称呢 跟我们在程式中设计一个变数名称的意思方法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只能利用英文字母跟数字 还有底线这几个相关的字元呢来设定 那么比变数还稍微宽松的是 我们还可以利用数字呢摆在前头来 一般的程式变数来讲的话 是不能用数字来启头的 好说明我们写一下 简单的写这是介绍3C产品的一个内容类型 每一个内容类型呢 有它的一些基本的选项设定 我们先把这些设定做一下 例如说 Title呢我们把它改成是标题 那么在建立一篇新的内容的时候呢 可不可以做预览 还是一定要预览 还是把预览关闭掉 这个我们先留下原来预设的 再来当有使用者在填写标题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些解释或说明需要提供的 如果要的话呢可以填在这个文字框里头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发布选项的部分 当一个内容填好以后呢 预设是已经发表的 而且呢推进到首页 好这个我们先保留不动 接下来关于显示 我们还需要显示它的作者资料 跟它的日期 这个我们也没有意见 再来是回应的部分 这个我们也开启 再来是选单的部分 这样子的内容类型的新内容呢 可以把它设定到主选单或导航上面来 设定完成以后 我们把这个内容类型储存起来 好现在我们多了一个内容类型叫做3C产品的 如果你在点亮编辑的话 你会回到刚刚我们做内容类型的相关设定的画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管理栏位 从管理栏位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3C产品的内容类型上面 现在有两个栏位 一个是标题 一个是Body本文 只有这两个 光只有这两个栏位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 例如说我们还需要把它的图片放上来 再者对于3C产品的我们需要有分类的功能 关于这些功能 请进入下一节 我们再做继续的讨论